伏特 這部影片,會整許多我還記得的小訣竅 或許有些你知道,但有些你可能從未注意過 我先做個整理,方便日後隨時可以參考 社交編,如何避免市族訊息洗版 你只需要選擇市族,按右鍵,選擇設定 点选公告 点选右上角的公告过滤设定 针对不想出现的讯息 取消勾选即可 这样就不会被氏族讯息洗版 社交篇,如果你不希望朋友进入你的游戏时 取消快速加入 按Escape,进入设定选项 点选社交 在其他选项中取消允许快速加入 再确定就可以了 操控篇,如何制定非1234的技能键配置 按Escape,进入设定选项 选择游戏设定,勾选制定技能配置 点击套用,再选择按键设定 根据你的习惯,更换技能1234 我个人习惯EQ空白键还有R 设定好了之后按确定 就完成更换 操控篇,如何快速更换技能键位 先按S键,出现技能视窗 你可以在下方技能的图形上 按下滑鼠左键 按着不放 就可以拖拉这项技能到想要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每一个技能都能设定至滑鼠左键 拖拉后就完成设置了 操控篇,强制移动加攻击 俗称走A 在20赛季之前 走A可以打断技能施放的前摇 加速技能连续施放的速度 可惜的是,暴雪后来调整成无法打断 等于削弱了一些职业套装的档次 但是,走A依然是一种躲避 并持续攻击的手段 走A需要节奏施放攻击 配合强制移动 手法需要练习 强制移动可以进入 设定选项 按键设定 里面设置习惯的按键 操控篇,强制取消对话 有些任务对话要很久 如果对话内容你不感兴趣 可以透过设定选项 按键设定 在系统下方可以设定 关闭所有已开启视窗 我设定成按键是 之后对话时 我只要按是就可以加速对话 操控篇,比对左右戒指 当你获得一个戒指 只需要按L的键 就可以分别比对左右手的戒指 但是同一款戒指 就限定唯一比对 比对同时按下Ctrl键 就可以显示属性的数值范围 操控篇,如何从10个打孔器中分离出两个 你只需要按着Shift时 点选打孔器 就会出现视窗 要分离几个就填几个 按确定后就可以 合并时就再叠上去就可以 操控篇,如何让角色跳舞 直接按Enter键 注意左下角的对话栏 输入Dance 角色就会开始跳舞 一旦移动,就会取消跳舞 技巧篇,保留传送门 当你刷悬赏时,经常会遇到队友打1 可能是需要帮忙或是遇到彩虹哥布里 这时候你可以先传送回城镇 点击队友的旗帜 打完结束后,按M出现地图 点选城镇,传送后你可以看到传送门还在 你就可以回到原地 技巧篇,降低房间难度 这一个应该很多人都会 按Escape 在右上角可以直接看到目前房间资讯 也可以降低难度 但是不能提高难度 每按一下降低一截 技巧篇,快速分解传奇 如果你分解传奇,还在使用滑鼠东点西点 你可以试试先点滑鼠左键 再按Enter 这样速度会快上许多 如果配合聚集滑鼠 那就会更方便 也容易按得太顺 不该拆的也拆掉了 技巧篇 武器洗属性,记得先打孔 武器箱孔也算是一个属性 先打孔至少可以减少一个不必要的属性 目标属性 出现的机会也会大一些 技巧篇 开荒降等武器洗法 单手武器,首选单手锤 双手武器 双手剑或是法杖都可以 只要记得两点 不属性必须有 击重有多少多少几率造成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可以替换的属性剩下4种 主属性最好有 击重生命恢复多少多少 这样可以替换的属性就只会剩下3种 机会大大增加 当一把武器洗超过3次,就不要再洗 毕竟开荒金币不多 技巧篇 单人打大秘使用到太极宝石 换成时,先按ESC 当你刷大秘进入下一层时 记得先按ESC 这时候游戏状态暂停 但是画面更换不中断 到下一层时再按一次ESC 这时候的太极还维持之前累积的属数 技巧篇 黄蓝白材料不够 我是边缘人 怎么办 快速刷白材料需要进入剧情模式第5章 木天使 马瑟尔这一个章节 游戏难度随意 低难度出白装的机会最高 选择延续进度 进入游戏之后 先确认你的背包是空的 跟圣堂骑士对话 这时候 打断对话的快速键就很有用 开始圣堂骑士的审判这一个任务 沿路就剪白装 最好选跑得快的职业跟配装 越快越好 这一个任务可以剪14件白装 再传送到废弃的工程营地 这里可以翻箱子 除了白装还有机会吊传奇 这样一趟跑下来 白材料至少180以上 一趟大约2分半 简单计算2趟5分钟 白材料360 25分钟就可以获得白材料1800个 至少也可以缓解材料不足的困扰 如果你不想打剧情模式 又想要材料怎么办 唯一方法 就是找已经打到第5章 墨天使马瑟尔 这一个章节的朋友帮忙 请他先选择剧情模式第5章 墨天使马瑟尔这一个章节 再邀请你加入 之后他就可以离开这一个房间 你就可以先跟圣堂骑士对话 先剪一趟白装 离开房间之后 这一个任务进入会被保留 你随时可以再度进入 也可以帮助其他人 以上是我记得的小诀窍汇总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随时回来看一看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按赞 咱们下部影片再会 再见